第四邀請函 神惠宏 下戰帖 要跟對手高鴻安和林根仁來個正面對決 不過新竹市長選戰話題全聚焦在這一幕 自稱身心俱疲 驚傳住院的高鴻安 突然現身在新竹縣政府拜會縣長楊文科 手上的點滴針頭也曾討論焦點 有網友引述 醫師友人說法表示 高鴻安點滴針頭位置有點奇怪 手臂外側沒有大條靜脈 除非是特別要求打那邊 不然優先順序不會是手臂外側先 而且醫院通常不會讓病人 這樣掛著出院爬爬燥 還有網友大酸身心俱疲 要看哪一顆 楊文科 你現在是要回新北的醫院嗎 還是會留在新竹的醫院 即使拜會後回到醫院 高鴻安凌晨再度發文 重申沒有任何不該領的錢 進到自己的口袋 也強調辦公室每一位助理都確實工作 沒有詐領助理費及加班費 他甚至引用網友發文 指控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民 辦公室多位助理每年大筆捐款民進黨 疑似是募款責任格 坐實了 綠能你不能 他講的幾位助理完全沒有問題 第一個 有好幾位助理捐款的時間都在離職之後 另外有幾個助理他們當時並沒有領政府公費 再強調一下 捐款不是重點 至於有沒有人頭 甚至是用所謂沒有工作的助理的人頭來撈這個政府的錢 網紅四叉貓更點出高鴻安男友李中庭 三隔六個月總共捐六十萬給台灣民眾黨 捐款金額跟全部薪資總合差不多 好意思拿來跟那種好幾年加起來 才捐幾十萬的助理筆 再度打臉高鴻安 面對爭議稍不停 高鴻安一早已經出院 不過辦公室表示 因為身體尚未完全恢復 今日以私人拜會 請義行程為主 好 昨天高鴻安委員在半夜一點多的時候 還發了一篇這個大概有800多字的長文 我們稍微截錄了一下 好 那我們在看這個之前先來關心 剛才指揮中心有宣布疫情最新的進展 本土新增是兩萬兩千多例確診 那死亡個案今天是新增66例 好 提醒觀眾朋友還是要特別注意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到這個報病的高鴻安 昨天晚上凌晨還在發文 先請玉慧姐跟我們一起來看 我們揭露了幾段 首先高鴻安他要解釋的是說 他的助理 真是有在做事啦 他說他助理都是以實質付出勞務 責任所換取的這個薪水 薪水都是直接進入他們的戶頭喔 沒有任何不該領的錢進到高鴻安的口袋 好 那另外呢 講完之後他解釋完自己的部分 又去扯了這個民進黨的老柯柯建民 他就說啊 這個柯建民委員的辦公室 好多位助理耶 每年都是大筆大筆的 捐款給民進黨 數字加一加剛好都一樣喔 那這是不是真正坐實的綠能 你不能 而且高鴻安是有備而來的喔 玉慧姐 我們看到的是他昨天在臉書上 還直接公布了柯建民有哪幾位助理 107 108 109 110年 總共捐了多少 甚至把人家助理的名字都公布出來 因為我們做節目 我們想說呢 還是把他馬賽克一下 但是高鴻安丟出這些證據 他就是要告訴大家 為什麼綠能 你不能呢 來 玉慧姐怎麼看 第一 這幾位助理他們捐款並沒有違法 你如果真的有認為他們違法的話 那請你舉證去提告 如果沒有的話 高鴻安 你這樣子又是這違反了個資法 你人家要不要捐款 就像我 我今天我可以捐款 捐款給流浪貓 捐款給任何一個財團 任何一個 任財團都可以喔 任何一個財團所成立的一個基金 也可以喔 但是那是我的自由 因為那是我的錢 而不是你高鴻安可以去公布的 所以我覺得高鴻安真的是蠻離譜的 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連這樣子一點法律常識你都不理解喔 那我來講 他其實他昨天中午的時候 那他說他不舒服 然後他這個去醫院打點滴 我們很多人大概都在臉書上面 第一時間就祝他早日康復 因為你畢竟還要選舉喔 那如果休息好了的話 還是必須要面對選舉的 除非你有任何的決定 但是呢 我們看到他昨天下午以後 那他決定還是要繼續選舉嘛 但問題就來了 因為剛才其實我們的節目當中 也有討論到了 他手上還掛著那個軟管 那個軟管還在裡面 我想請教的是 恩主公醫院 因為恩主公醫院畢竟是在新北市 高鴻安你在新竹市你跑選舉 你跑到恩主公醫院去就診 是為什麼 難道你是住在新北市嗎 那恩主公醫院是哪一位醫師 那高鴻安難道是有請假嗎 如果沒有請假的話 那難道是一個逃跑的病人嗎 第三點 或者是他的那個軟管 難道是假的嗎 那不然的話 恩主公醫院你不著急嗎 假設這不是高鴻安的話 今天如果有一位病人 手上就帶著你們的軟管 去外面的話 隨便找一個什麼毒品 或亂七八糟的東西往裡面打 然後你那個搞不好 他身上還貼著你恩主公的 那個病例號碼 你恩主公醫院你買單嗎 所以怎麼會管理這麼鬆散呢 恩主公醫院其實也被高鴻安 脫下水不是嗎 我覺得這個簡直是非常荒唐耶 然後高鴻安昨天還把那個袖子 比得這麼高喔 把它捲起來給大家看一下這樣 對我們如果今天大家如果手上有一點小傷 或者是有不舒服 我們今天如果要堅強一點的話 我們應該是避免讓外界看到表現說我們很堅強的樣子 在那邊你怎麼去選舉啊 未來你是要扛起新竹市的人 哇我這樣子別的這麼高 我是怎樣 我是要要博取大家的同情嗎 也難怪喔 這個媒體人比較偏藍的媒體人偉安就說 高鴻安這一招喔 他連演戲都演一半喔 他說這個其實讓中間選民呢 都沒有辦法支持高鴻安下去 而且這些本來比較偏藍的中間選民呢 現在全部都跑去支持沈慧紅了 不信你去看媒安 好接下來我們來談談 這個高鴻安講這個 所謂柯建民的這個公費助理 是不是公費助理 剛才羅志正委員有講 很多的這些助理呢 他第一個本來就不是公費 第二個呢 很多的這些助理呢 現在也不在柯建民委員的辦公室裡面 他們是離職了以後再捐款 那我還是回來一句 他們有沒有做 他們在這個柯建民委員辦公室的時候 他有沒有做柯建民委員交付給他們的工作 有的話他拿這份薪水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啊 然後他今天他賺了這個錢 他要做他自己自由意志的 他的一個支配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啊 那這些助理在柯建民委員的辦公室的時候 他有去兼職 有拿另外一個基金會每個月50萬 而這50萬捐到當時的民進黨裡面嗎 或者是像你的男朋友一樣捐到民眾黨裡面 正好符合你的這個不分區委員的這個責任額嗎 有嗎 有的話你拿出來講嗎 那沒有的話你公布人家的姓名幹什麼呢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荒謬的事情 第二個我們現在是跟你講的是 他們這個柯建民委員的辦公室有所謂的加班費 叫加班費回捐到辦公室變成公積金 有讓柯建民委員 很抱歉喔 有讓柯建民委員去洗頭髮嗎 有讓柯建民委員去買卸妝棉嗎 有讓柯建民委員自己去買早午晚餐嗎 還早餐65塊 外帶一個塑膠袋一塊錢也要請款嗎 都送在來賓耶 有讓柯建民委員他自己做高鐵費 然後去超商買高鐵費有個10塊錢 你要印紙本嗎 有個10塊錢的一個手續費 還拿回來你的公積金裡面 連那10塊錢也要退帳嗎 有嗎 有你拿出來嘛 你拿出來給我們看嘛 你不要說拿他們什麼107 108 109的這個費用 你不要這樣講 你這個就是亂講一通 而且你還涉嫌公布人家的個資 違反個資法 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你連這一點都不懂 那我真的相信 你可能去什麼涉嫌貪毒 或者是使公務人員登載不實 或者是這個違反政治獻金 或者是更多的法律 我覺得你可能都會違法 所以我們以前在講論文的時候 我想說怎麼可能有人啊 你的論文是抄別人的論文 抄別人的期刊 然後你自己一點都不知道反悔 然後你在資策會的時候 你用資策會的給你的工作機會 你跑到美國去念博士 然後被抓包了以後 你第四次第四個學期 你才申請報備 然後你竟然還用資策會 給你的出差費 然後你在這個美國在玩 我們在講的時候 你還好 這個大言不慘說 這個我 你們都沒有出差的時候 禮拜六禮拜天 然後順便玩一下 心情壓力很大耶 還罵我們耶 還記得吧 然後他還用資策會 你在工作的時候 還用資策會 給你的差旅費 跑到中國有沒有去面試郭台銘 有沒有 所以難怪你當立委的時候 你會用你的這個公款 公基金 用助理的加班費 公基金去買30本的面試郭台銘 去用1塊錢的塑膠袋 去10塊錢的高鐵費 然後去買洪森 什麼是洪森 是郭台銘他們的那個 那個這個花旗森 在威斯康星的花旗森 你還買了10份紅森 所以老實講我覺得 我真的很少見過像這樣子的人 我是不曉得之前看到你 你如果可以好好反省的話 也不會拖這麼多事情 結果到現在 你昨天半夜還寫800多字 我覺得你沒有反省 你一點都沒有反省 我覺得檢察官 如果抓到他任何的犯罪證據 從重量刑 我剛才有關於大家去提到說 這個高鴻安昨天怎麼從新北的醫院 又跑到這個新竹縣 去跟縣長會面 按照昨天這個媒體的報導 看起來高鴻安是有向醫院來請假的 他說他有向醫院請假 這個去跟縣長會面完之後 他要再回醫院修養 那最新的消息是高鴻安今天一大早 他已經出院了 不過考量身體的狀況 他們今天一整天 是沒有所謂這個公開的行程 尤其其實我們看到的是 高鴻安他很在意的當然是助理費的風波 有沒有改稅給清策 這邊我們要請教佩芬姐 來幫我們看一下 有看過這種的嗎 因為這個在林庚仁收手之後 網路媒體曝光了15頁的帳戶明細 這個15頁全播看完有400多筆 其中有一些真的是蠻特別的 包括還有剛才講到這個買洪生 這個聽說這一條是說 這個後面助記是怎麼樣 送中研院長 這個人情送禮也都是 好像是從助理加班費這邊拿出來送的啦 那另外呢 還有下面這一條這是什麼 這是委員借5000塊 委員把裡面拿5000塊 到底是有幸福 目前好像這個目前 看起來是沒有看到這樣子的紀錄 那另外如果說這通通都是助理 大家都是開心感恩的啊 都是自己捐的 那最上面這一條入帳這個部分 確實也起人疑鬥啦 因為這邊寫說 入帳了3萬元 好 可是呢 應入3萬2455 所以還欠2455 這個佩芬姐怎麼看 如果說大家都是樂捐的話 那怎麼還會跟人家說 你還欠2455元呢 這是不是有點不合乎 這個正常的一些管道呢 佩芬姐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蠻清楚的 就是說你的助理 他領了他的費 薪水 然後他報加班費 那是助理的錢 那助理要不要捐錢做公積金 那也是助理願意 但是這個公積金 那個委員有沒有去用 這個才是關鍵 因為你不可以去用那個助理的錢 那就是侵占 因為裡面好幾筆是一開始 最近有好幾個 有好幾個立委 像潘怀中 像什麼勤力房那些 就是因為用了那些錢 所以被停職 那另外還有一些 新北市的去坐牢去 那他的問題你知道 我覺得很好笑 最近爆出來的 不管他的帳單有多少 你知道嗎 他說他當初在洪海嶺 年薪一千萬 他那個男朋友助理 年薪是六百萬 這麼大筆的錢 還要去侵占這個公司 對 還要去買這個東西 還去洗頭 而且說還有早餐 四五十塊 也都寄在上面 你知道那個 像林根人那個時候爆出來 有那個收據 那個當然是他辦公室的人 引印出來的 對啊 不然誰拿得到 林根人哪有那個本事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你明明就是說 你有那麼大的錢 紅海那麼大的企業 在後面支撐你 一千萬加六百萬 那是很大的錢 對我們來說 你要賺多少日子 才可以賺到 那為什麼要去 就是說 利用這些助理的費用 才那麼幾十 早餐費 晚餐費 洗頭費 我覺得這個有點離譜 所以你今天講柯建民 我上次有講過 柯建民親口告訴我說 他們一定會贏 那就是說以柯建民那種 不好意思說老狐狸 那麼精怪的人 他當然知道 他有沒有做任何事 那就是說 你今天挑戰柯建民 就是剛剛玉慧講的 你有沒有去侵占助理的費用 你有沒有去用那種 對 現在重點在這邊 對 要搞清楚 如果有的話 同樣嘛 一是同仁 所以我覺得 你知道 你知道那個 前中書在圍城裡面說 其實人生的悲哀有三種 一個就是少年得志 中年上午跟晚年失節 他們這種就是少年得志 很年輕 然後就被捧成那個樣子 所以就滿驕傲的 那還有就是宣明志 我雖然也是認識他 我覺得宣明志其實是一個 很有政治性的那種動物 你知道 以前那個你記不記得 那個時候 新竹有一個 有一個呂立委 很高票 全國最高票 就成立一個民國黨 他也去支持他 我就在那個場合碰到 那後來 他也跟柯建民那邊 在那邊助選 什麼之類的 現在他又去簽線 所以他基本上 就是在新竹很活躍的 他是聯電的前董事長 所以楊文科 那篤定會當選 所以去勘托一下 就是說我跟南英還是有那個關係 那您跟人收手 是因為我想 黨內有很多人警告他 你再打的話就是沈蕙虹當選 因為那個高宏安的那個 南英的票回來你也選不上 所以我覺得高宏安就是亂打一通 然後你比如說撈一個袖子 給人家看你 我明明請假 那你下午就出院了 所以換句話說那個不嚴重嘛 那個掉點滴根本不是什麼大的問題 只要這麼躺一下休息一下就解決 我覺得太 而且最近有很多那種什麼 個人的那個網路啊 聲音都很大 然後大家捧來捧去 所以他真的是持寵而驕 可是問題是經過這樣檢驗 能不能過關 我覺得蠻有問題的 這個新竹市的選戰真的是 一天比一天更加的精彩 不過有關於剛才大家在講這個 有關於是不是高宏安去使用到 助理的這個公積金啊 加班費等等的事情 昨天在他的臉書上 高宏安是這樣解釋的 他說至於這個公積金喔 都是用在辦公室相關的支出上喔 如果助理呢有帶電 他私人用途的支出 行政同仁也都會定期來向他請款 並不是外界惡意所指控的公款私用 高宏安是一路否認到底的 不過看到底下也是蠻多網友回應說 好那你這一些話 接下來之後可能再去跟檢察官來解釋 那我們稍微休息一下喔 等一下回來就是要來看到 昨天這一場喔 原本大家都很擔心高宏安的身體 因為他兩點還PO出這個手上 還有在調大檔的這樣子的照片 就像是這一張喔 他臉書上的照片 結果沒有想到四點的時候發現 怎麼他人就出現在新竹縣長陽文科的辦公室了呢 到底談了什麼 我們休息一下喔 等一下回來繼續來討論